就算是棋子 能做这种棋子 也是很牛逼的 叶少阳说 刀锋也转个头来 看着他 问道 你喜欢做棋子 不喜欢 叶少阳回答得很干脆 再好的棋子也是棋子 都是被人利用 被人当枪使 不过 我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死了怎么办 也就是说 大帝是不会让我死的了 你被吃了 下棋的人就会再开一盘 刀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道 棋子永远都是棋子 你不想做棋子 那就跳出棋盘 别让别人把你握在手里 叶少阳说 怎么跳出棋盘 你已经跳出来了 什么 至少你已经跳出一半了 等你知道真相的时候 就彻底跳出来了 不过 结果未必是好的 我明白 一旦我没有利用价值 主角光环也就没了 刀锋轻轻叹了口气说 因为我跳了出来 我一定是没有好下场的 少阳 而今我们要自己战斗了 上面那位 不会在暗中帮我们了 甚至会反过来灭了我们 说到这儿 他停顿了一下 自己也想了一下 接着说 不过我跟你还不一样 我已经被彻底放弃了 而你 至少还有作用 下棋的那位 处心积虑地 设了这么一个圈套 他就不想这么认输了 叶少阳坐了起来说 你要是知道什么 就告诉我 让我明明白白的多好 刀锋 我根本就不怕那位 只要有你跟我在一起 没什么是可怕的 刀锋犹豫了一些说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因为你还不够强大 我也不够 再我眨了三十 我全部告诉你 你不要再问了 叶少阳无语了 但也知道 刀锋的性格 他既然不说 再怎么纠缠也是没用 当下问道 你怎么展三十 我自有办法 到时你就知道了 刀锋站了起来 从袖子里 取出了山河设计图 说道 你不是要见你的冷遇吗 去见他吧 他 他在这儿 叶少阳指着山河设计图 顿时心跳加快 我没办法直接带他来人间 不然会把台阴山和阴寺都引来 你自己进去见他 我在这儿等你 见过之后 你就出来 叶少阳点了点头 看了他一眼 等着他把山河设计图展开 然后动用神念钻进去 洪荒世界 还是跟当初一样的风景 已经好久没进来了 叶少阳刺卸张榜 走到了石碑前面 这时候边上传了一声熟悉的呼唤 少阳 叶少阳转过头去 看见了锐郎羽 穿着一身古装的长裙 站在草丛边上 手背在后面 抿着嘴冲自己笑着 叶少阳的心颤了一下 然后就酥了 站在原地 睁睁地盯着他 看了一会儿 笑着说道 你穿古装 其实还挺好看的 你这意思啊 我穿现代服装 就不好看了吗 我哪敢这么说 叶少阳摸了摸鼻子 你穿什么都好看 真的 说着缓缓地走了过去 越走越快 最后一步奔到他身边 锐郎羽也默契地张开了双臂 让叶少阳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说不尽地缠绵相思 岛峰撤掉了姐姐 一眼就看到了有个姑娘站在浴室门口 裹着浴巾盯着自己 是那个荷花妖 碧青静静地看着他 突然说道 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我师兄啊 他去了修罗界 我知道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他 等你去了修罗界 就可以找他了 岛峰似乎不太想跟他聊天 碧青气横横地说道 你说废话 我要是能去 还问你干什么 岛峰也再懒得理他了 脑袋转到一边去 碧青裹着浴巾走了出来说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岛峰狐疑地看着他 帮我找回我的炼石缸 在星月奴手上 岛峰照起了眉头说 你留在少阳身边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 对 但是他现在事情太多 根本没工夫 而且 他也不是星月奴的对手 岛峰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想要什么 碧青靠在墙上 冲他妇媚的一笑 岛峰无语 这女妖也是够了 居然用美人计对付自己 碧青看得不为所动 走到她面前说道 说呀 你要什么 这要我能给的 岛峰本来不想理的 但是突然想着什么说道 我帮你找回炼石缸也可以 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这要不是真的先生 我刚才 只是想看你的反应 碧青裹紧了浴巾 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我要你留在少阳身边 帮我做一件事情 他将这件事情 讲了出来 碧青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 那个时候 我未必就在他身边 不能耽误 一定要当场下手 他身边那些人 没一个人能做到 碧青想了一下 说道 会有什么后果 会得罪银丝 到处缉拿你 怕吗 碧青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我就没怕过谁 银丝要算什么 就算冯都大帝又怎么样 我师父是太上老君 我怕过谁 道风说 那就这么定了 碧青点了点头 你什么时候动手 等遇到他 不会很久的 好 碧青很满意地 宠他微微笑 歪着头打亮了他 说道 你还真是挺帅的 道风也不理他 碧青很满意地 转身回到浴室里 继续去看电视剧了 一个小时之后 叶沙扬从山河设计图里出来 春风满面的 看到道风 立刻有点尴尬了 吐着舌头说道 好了 虽然很不舍的 但也不能总这么赖在里面 道风说 那我走了 天亮之前再来 你 你去哪 去办件事情 道风说着 单手撕开了虚空 等裂缝形成之后 立刻钻了进去 叶赵阳无奈 走到窗前 深深吸了一口气 用力吐了出去 回想起这一个小时 跟瑞朗玉在一起的经历 真是又苦又甜 这一个小时 他什么都没干 就是靠着一起聊天 说着各自分别之后的经历 和对对方的思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